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不行 太累了 累坏了 得休息一下 接下来这礼拜呢 又兴致勃勃说要做了 又不行 又累坏了 然后接下来呢 他就托付给我们 说我们三个来替班的时候呢 也得讲一讲这事 但是 但问题是隔了这么多时间 人家的这个婚姻状况可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呢 对不对 所以才要我们的新闻就不敢烫了 他现在还在持续发展中 没有 这个事情啊 文道我有发言权 因为其实都文套 我不是说张伯茲 我有发言权 那个我有观看权而已 因为都文套已经讲过一集张伯茲 这是我讲的嘛 我来上个礼拜 是吗 跟又婷讲 兴致勃勃讲不够 因为当时在节目里面 都文套我还记得揉了几滴口水 就说哎呀 我这个人啊真是 整天骂人家八卦 结果自己这个事情 我真的从早看到晚 连续上网五小时 把所有的 所有就看累了 累到节目都做不了 太兴奋 看乏了 你知道吗 看来太兴奋了 结果做完一集之后啊 是我挑他的嘛 我说文套 这个节目这个题目这么好 应该做一集不够再做 所以他想再做 好 那今天你多讲 你多讲 可是他没有办法 他太兴奋 他又做不了 太兴奋了 这事情我也不懂 后来那个反正 那事情啊 你们谈什么 谁都不懂在谈什么 因为那个没人懂 因为我今天来做这个节目之前 经过去吃饭嘛 经过报他 你就看到八卦周刊的封面 又有新发展 我都没买 因为我已经决定不买八卦周刊了 不想 因为购买一个东西等于支持他嘛 那我不想做这种事情 这上网看到吧 对 也没有 可是站在 站在报摊 前面站了十分钟 看了封面 看了所有八卦周刊的封面 我都看了 就每一个封面的版本 的说法都不一样 一个八卦周刊就说 谢霆锋 张伯基 复合了 复合了 那另外一个周刊的封面 就说他们闹翻了 还说什么张伯基跟他婆婆 是婆婆吧 就是迪伯拉 迪伯拉嘛 就他婆婆嘛 对 还骂张话 骂他婆婆 所以这个 不说迷离啊 对 五个周刊不都不一样 子彤 我看你大概不太了解这事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事的来龙去末 好 这事得从多年前开始讲解 你验照门事件 你记得吧 陈冠希你熟吧 对吧 大家都了解吧 陈冠希当时不是公布过一些 不是公布 是被人曝出来了一批他拍的 在自己电脑里头留存的 珍藏的半夜偷看的那批照片吗 那个照片里面不是有张伯之吗 对吧 那么后来那个时候 这个照片出来的时候 当时谢霆锋已经跟这个张伯之 是结了婚的了 那么那时候就弄得很难堪嘛 然后大家就看谢霆锋怎么办 谢霆锋当时表现就很大度 一个男子汉就说 这是我太太过去的事 这没什么 就算了 当然当时很多人觉得 这个做法是对的嘛 对 挺不错的 结果后来到了好像是五月吧 是五月 反正一个多月前 又给记者们发现了 这个张伯之跟这个陈冠希碰上了 正好在同一个飞机 那在同一个飞机碰上 张伯之是听说是主动要求换位置 坐到这个陈冠希旁边 两好久没见 飞机中叙叙旧 就纯粹说话上的叙旧 然后就聊起来了 然后聊起来呢 那么后来又给人拍了 那么事后这个照片又出来 因为这个照片的事情呢 那么谢霆锋就勃然大怒 就觉得说当年 那艳照们也就算了 你现在还跟这个人还聊得那么欢吗 这总是还能继续跟他做朋友吗 大概这个意思 结果就闹得很不愉快 结果这闹不愉快 出来之后慢慢慢慢的事就缩大了 就因为一堆的八卦周刊 马上听到这消息 你知道八卦周刊这个 他们是在香港这种 其实现在全世界都是这种事 我发现 就这事情从来不是单纯的 这娱乐圈人物的事情 只要有媒体的介入 媒体就会促成这个事件 把这个事件变出新的面目 比方说 他这个周刊打电话 去问这个张博之 问他身边的朋友 甚至问这个谢霆锋的爸爸妈妈 就张博之的公公婆婆 就问他们说怎么看这事 说的说的不就说话越来越多吗 说话越来越多 就搞出来说什么 过去这么多年 谢霆锋辛辛苦苦攒了几亿 张博之又怎么把他给弄掉 然后逼着谢霆锋 又怎么样把他的物业 一个一个转到自己名下 然后中间又牵涉一堆人 等中间传话什么 他婆婆的好朋友 是个超级八卦节目主持人 又在那边说话 结果最后闹到就是谢贤迪波拉 就是谢霆锋的爸爸妈妈 当年红旗一时大明星也是 然后两个就好像一人挺这个媳妇 一人骂这个媳妇 然后谁挺媳妇 谁骂媳妇 这个谢贤挺媳妇 挺这个张博之 那这个时候谢霆锋又在吉隆坡 在马来西亚在拍着戏 然后这个一直记者要等着看呢 就是说看这个张博之 会不会带着孩子 跑去吉隆坡 叫哭包 我们广东话哭包 就是说哎呀别闹了 这两夫妇嘛 对不对 这叫哭包嘛 然后呢 但是谢霆锋这传闻呢 就是坚决你别来 你来我也不见你 我现在没空 就吵得很厉害 那现在最新的进展呢 好像也就是到这儿了 是吗 他文道讲比谁都详细都知道 而且还加油天处 没有有一个部分很重要 我脱语重负 我读书多苦 有一个部分很重要 开卷九分 他变成那个文道刚才说的 那番话变成了加油天处 其中一个部分 因为特别那个前面部分 要小小少少更正 不然那个难讲 这个我们要考虑一下 第一个你说被记者发现 我不晓得了 我也翻一下报纸 好像根本不是 这是所谓的公民狗仔队 我们都了解 全民狗仔队 大家可能是一个 空中小姐 这个记者是透明记者 大家看到 然后人家一看到 陈冠希跟张伯志在一起 就往上看 没有 重点也没有照片 就说了 就用说的而已 没有照片 没照片吗 没照片 那个我们看到的是网上 有人画出来的 你知道那些报纸吗 又是做出来的那种 那种报纸 看的是那个 所以所以 我太不仔细了 所以坦白讲 我上个礼拜跟文涛 也讲了一个观点 我们没有人知道 当时张伯志 发生了什么事 跟陈冠希讲什么 他可能跟他说 放心我原谅你 以神之名原谅你 我爱你 可能啊 这个我跟你讲 宽恕 我跟你讲讲 搞八卦太难了 我昨晚已经搞半天了 所以我为了今天要讲这个 对 看得出来 你做了功课 我做了功课 比读什么都还累 我现在听嘉辉这么一讲 我觉得这个东西 得用王国为讲的 双重证据法 就是一方面听传闻 第一方面在地下找证据 别也需要到这个航空公司 找材料 看有没有双重证据法 拼起来看 我现在发现一句话 叫屁股决定脑袋 这句话真对 梁文道一坐在这里 我就发现两个变化 第一 狗仔八卦新闻 一下子了解了这么多 第二 政策水平很高 常提醒我们说 什么东西不能讲 他都是文道讲的话 平常我就是被人说 政策水平低那个对象 现在他一直提醒我 这个东西不能说 不能盯着你们 屁股决定脑 好了 别再说下去了 这个政策的事 这是我们能说吗 强强塞而行 广告之后接着见 不过我是觉得 刚才嘉辉讲了一个东西 我觉得倒挺重要 就今天这个有公民记者 在那公民记者呢 主要干的是公民娱乐记者 比如说我现在常常看到 就是有人告诉我说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我妈 平常我去哪干活 去哪工作 怎么样 我到处跑的时候 我妈过去就等我电话 也不太了解我上哪去 但是我妈对我的行程 掌握比我自己还清楚 他会忽然跟我说 哎呀 闻到明天去西安了 西安天气热啊 怎么样 说你怎么晓得 就是微博博客 微博嘛 然后呢 甚至乎我有一回搭飞机 那个飞机误点了 他都晓得 他就怎么晓得呢 是我在武汉 要去北京的那个路上 在机场里头误点了 那我后头呢 有人看到我 后头往我背后拍张照 然后马上微博上 哎呀 这班机误点 我前头看到梁文道 我妈也看到 这基本上今天这个有微博 有手机 有手机人照相的年代 你基本上是任何行踪 每一步 其实闻到你这不能怪人 这里面有几个错误 第一个那些狗仔队是很八卦 拍完你还放张 不是狗仔队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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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你还拍上去 我必须承认我是其中一部分 我的微博全部是梁文道的照片 我们两个是很暧昧的 我去哪里都拍 第二个错误 在于说你母亲大人啊 干嘛要没事在家搜索你的 梁文道 就是因为经常不打电话嘛 爱是心切嘛 听起来跟我老婆做的是一模一样 从早到晚就在找马家辉 对对对 没错 基本上 他基本上看我的消息 那等一下是打我的名字 再搜索一下 是啊 我都不用微博 是我妈在用 鲁迅当初有篇文章 论原领域的那几句话 真是非常一直有用 他说是的 今天的传媒啊 报纸啊有很多话不能说 有很多事不能做 被人管着 同时他们又在管别人 他们又在害别人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话讲的 就是今天一直都在 但是反过来讲 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对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这么感兴趣 他也牵涉到千家万户 他有一些夫妻之间的固定的 大家都有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有一方 犯了某个错了 比方说假定是一个错 或者不管他错不错吧 另外一方是原谅这一方的 但是这个原谅都是假的 他永远记在心里 只要到一定的时候 这个原谅就会出来 这个是很多人的关系里面 会常常出现 第二个 那个有错 我们假定说有错的这一方 会失去安全感 然后就会在金钱上 房子的名字上 就会纠葛 这又是千家万户的事情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 二十多岁的朋友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对我很震动 他说他父母开始说真话了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说 他的父母大概将近五十岁这样 就是快五十这样 他说他们开始说真话 我很害怕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的妈妈开始批评 他的爸爸 讲一些话 这些话 讲的都是真的 但是句句都是很伤的 而他说他的爸爸 现在是秉着没有回 他也同样可以回 实在的话回过去 要是这样回就完了 所以他一个女儿 非常善良的心 他就说 我不能让他们分开 我一定要让他们 所以我不能让他们 再说真话 所以你看 这就证明了那句话 爱情跟婚姻 是靠谎言来维持 对 那些传媒 就在帮他们说那些真话 本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单是靠言语维持的 有很多别的默契 那你说的这句话 可能是真的 但是我没有要说给他听 你只要说了 比方说说一句 老婆跟老公 到四五十岁常说的一句话 隔壁谁谁谁 怎么赚那么多钱 买这么大的房子 他没说你 这次是真话 可你可能就在伤别人的心了 或者男的 说一句 谁谁谁穿这个裙子很漂亮啊 你可能就伤到 没有没有 紫东这个媒体 第一个他们是不是把真话说出来 不知道 我觉得就用这个做例子 到现在没有一张照片 没有一个人承认不承认什么事情 我们看到的在目前发展这两个礼拜 全部是外面人的写的故事 里面有多少真假 而且这两个当事人好像还没有公开说过话 对 对 这有两种可能 张博士听说官方 官方网站只后来承认说对有碰到拍了照片 就很简单的话 对没有 没有谈两人夫妇之间的关系 也没有对没有谈什么房子过户不过户 然后也当然没有谈当时碰到拍照拍什么照 而且说两个人所为很亲密拍照 我们都知道嘛 要手机 我们手机连带拍照 一定是把人两个头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什么 对 就是这样说 虽然不排除叫可能 所以基本上是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说 虽然有很多传媒在加油加价 但是他们点中了一些真的东西 其中可能有些真的东西 而他们保持成 问题是我觉得嘉辉讲的挺有道理 就是说现在这整件事 最奇怪的地方在于 我们说我们觉得那是真话 但问题是 那都不是这两个人说的 这都是我们帮他说的 这个事被大家议论了两个礼拜 这两个当事人本身 其实说的话非常非常少 绝大部分的话 都是我们旁边这边 那就是意义就是说 事情其实不单是这两个人 大家感兴趣的 变成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认为你害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老说这个八卦新闻 它有个作用 它是个社会集体演出的一场社会国剧 对不对 家庭伦理剧 我们歇息一下 《强强三言行》广告之后接着见 我是觉得像这种八卦新闻 它好玩的地方在哪 就是它提供一个很多的机会 让这个社会集体 大家去投入 投入 投入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投入呢 一来是一些是名人 二来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些题目 你看看 它牵涉到的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一些很根本的一些价值 人伦关系 其实我们是借着这几个人 来谈我们关心的事 对不对 你比方说像很多人在这件事里面说什么 张美芝逐步逐步把老公赚的钱拿掉了 把他的这个物业转到 买豪宅了 什么这些事 那这个其实我们与其说是在谈张美芝 其实倒不是说是我们在谈夫妇间的这个财务分配房子 这些事其实是家家户户都遇过的 我肯定很多夫妇还真谈过 房子到底是联名呢 还是你的呢 还是我的呢 然后你如果说这个 为什么房子不给写老婆名字 那然后说起来这老婆就说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你对我们关系没信心啊 这些就来了 所以换一个角度看 我同意每个人在谈 其实是谈自己会面对的种种的阴暗纠缠暧昧 然后呢 我们看这些八卦 其实都是我们的助角 六经接我助角 来注解我个人的诈值观 我一定是有个立场 然后我来评论张博之不对 还是陈冠希不对 还是谁谁谁不对 就像我上个礼拜说 我蛮希望他们离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人 说到处他自己的 你又借着人家来说自己 因为闻到这一点可能比较理解 我们在香港成长 小时候看谁了 你不在香港成长对不起 我也每个暑假回来 我们那个看着他父母亲啊 谢贤跟迪伯拉离婚 多么完美的离婚啊 离婚之后是个朋友 各有各的精彩生活 离婚并不是世界末日 对我觉得第一代做完这种示范 假如第二代也做这种示范 要重复是吧 对让大家看到 接下来轮到这个 卢克斯他们那代是百年孤独 每代重复 最好将来就有一个新的名字叫 离二代 离三代还可以举行庆祝晚会 我大家请客的离婚请客 我觉得就是从这种诈值观 来把人家的个案 来作为我们的注解 可是这一次的事件 听说最近这几天 周润发也是受害者 对 用关拿手 周润发去飞机场啊 看到很多狗仔队在等 周润发一过去 就马上弄一下 有人在等他拍他 狗仔队说发哥不是等你 我们等张伯茲 周润发就很难过 他流改过来说 是他们对的怎么样 是离还是何这样 连周润发也八卦起来 所以他也是受害者 所以这个大的 社会集体参与的伦理剧 概括起来就是 关于张伯茲 关于谢霆锋 我们大家都在谈我们自己 没错 对不对 这是一个现象 但是回到这两个人呢 还是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他实际上骨子里没问题 那眼看这个事态的发展 名气越吵越大 这个传媒 这是太好的公关了 我要都要不到 比拍电影还成功 那我就静观事变 哦 还有一种可能 是有问题 是有一些矛盾 但是谁都吃不准 这个矛盾会怎么发展 可大可小 你刚才讲 家庭爱情靠谎言为词 我想换一个另外的说法 靠爱为词 而爱不等于真话 对 就是还是靠爱为词 所以我相信 如果是后面一种的话 那他们也不完全是旁观者 他们是在世界 被大家所卷席着 而这样的戏剧性就更强 而且这个戏剧呢 有趣的是什么呢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今天早上在我家楼下 那个茶餐厅吃早餐 露天的像大排档一样 我就听到我们隔壁桌那 坐着几个香港家庭主妇 平常书生师奶 他们就很热烈谈这个事 他们特别就去骂一个人 骂谁呢 骂这件事里面 就刚才我说这个娱乐主持人 那个爆料的那个人 那个人是香港 这个娱乐记者中的大姐大 但是也有很多人很讨厌他 就像比如说 像我们家隔壁那些师奶 他们就说那个八婆 然后一直骂 说那种八婆搞乱人家家庭 猜人家家事 关你什么事什么样 但我越听越觉得有意思 为什么 你看这帮人 他们是听他们说话 听得出来 他们是天天看他节目 听他节目 然后他们的很多材料 都是从他们口中 这个八婆那儿得来 然后他们一直议论这个事 然后但是他们骂那个人 骂的那个点 说人家家事关你什么事 所以你看 这有意思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很讨厌那些八公八婆 说人家家事关你什么事 我们都在这个剧里面 还找到了这么一个角色出来 投入进去 去骂他 但是回想你看 其实我们就是这种人 师来是有分级的 我们以为说他那个 对他是听他听在他耳朵 他可以细分的 他喜欢听八卦 可是他用八卦什么绯闻 什么他会在听 可是师来很讨厌那些有几种人 师来是很讨厌的 狐狸精 拆散人家的 所以那电视也议员 女演员 一被封为狐狸精 马上要 就完蛋了 对 然后这种就是来拆散人家 讲是非 师来医师特别痛恨 对 还有这种 就是讲是非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